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 很多卖家说房价已经下跌很多了 但是买家却说房价没怎么跌 房价到底跌了没有 为什么在买家和卖家的认知里面 跌幅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分别从买家和卖家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首先说卖家 假如你是一个卖家 你的名字叫钱多多 那么首先有个大前提 那就是你有一套房子 那么你这套房子有它固定的数据 比如说它的面积 它的年代 它的房间数量 这些都是固定的 都是不可改变的 如果你是一个公寓 你的楼层 朝向 你的停车位 你的管理费 这些数据也都是固定数据 那么你既然想卖房 你肯定是对类似的房子做过研究 就算是你没有研究过 你的房产经济也会帮你研究 然后给你提供相应的数据 那么作为一个卖家 首先看到的 就是在大约半年前 类似的房子卖了一个最高价 而最近的成交价 远远低于半年前的 比如说你的邻居A 他的房子跟你差不多 今年的二月份卖了200万 而你的邻居B 也是差不多的房子 半个月之前刚刚卖掉 只卖了160万 你的邻居C 把房子挂了180万 已经三个月了 一点动静也没有 于是你进行了推理 那就是自己的房子 在最高的时候可以卖200万 而现在只能卖160万 如果你跟邻居一样挂180万 肯定没戏 所以最后你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房价比最高点跌了很多 你跟邻居A相比 至少是亏了40万 刚才说的是卖家的视角 我们再看看买家的视角 假如你是一个买家 你要买房子 但是你的选择范围 其实是比较宽的 你跟钱多多不一样 你不会固定的去看某一种特定的房子 你有面积的要求 但是只要价钱不贵 大一点是可以的 你有年代的要求 但是越新越好 如果是最近刚刚全面装修了 房子旧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总之你最后喜欢的那套房子 可能不会是钱多多那种类型的房子 所以在你的视线里面 你可能是从150万到250万的房子 你都在观察 对于你来说 南宿里的房子可以买 高贵人的房子也可以买 你发现你喜欢的房子都是200万以上的 200万以下的房子你都看不上 你可能没有发现 有几套标价比较低的房子 上市以后立即卖掉了 毕竟你也不是天天的都在观察市场上的变化 你只是觉得市场上的房子太贵 应该降价 降价再降价 你可能看到有几套房子标价不高 但是你觉得跟你心中的理想价位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房价基本没降 房价到底降没降 在不同人的心目当中有不同的答案 因此买家和卖家永远是一对矛盾 在买家市场的时候 买家强势一些 在卖家市场的时候 卖家强势一些 如果你想成为强势的一方 那你就应该在你有资本强势的时候 抓住机会 而你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段 你就只能成为弱势群体 或者是等待下一轮的机会 我是老杨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